我现在还蛮惊讶的 我没有想到自己真的能够成为这一届的冠军 所以现在还没有露到 我现在好像在哪儿我在干嘛 我觉得反而今天最难的是问答 我没有很满意自己做的 今天的这个 所以我如果要给自己打分的话 这一次给自己打90分 上一次semi final应该是差10分的 我觉得今天的表现 应该是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的 但是你管是这样也拿了冠军 打算怎么清除 打算我觉得 因为三个月一直就是 自己吃得很清淡 我觉得最好的清除方式 应该就是去吃饭 我最想吃火锅 但是你这冠军 接下来好 对接下来很多观众 所以也不能真的吃太多 可能是一顿一两顿这样就够了 那今天晚上有没有特别的自信 就是特别感动了 特别感动 我觉得应该是跟师姐一起唱歌的时候 我特别感动 我当时也流泪 因为我们之前 他们真的帮助我们很多 教导我们很多 所以我在这里 也很想感谢我两位师姐 是的 我本来其实 因为我之前有说过我的志愿是当一个医生 我之后本来是要去继续进修去读书的 但是现在因为成了香港小姐 我也很希望在这个行业里面可能发展一下 这样 那么这么开心打算怎么那么清? 我觉得一起吃好的东西 因为其实这三个月不止我自己在努力减肥 他也一起跟我减肥 就给了我很多的动力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一起去好吃的